我们继续在讲 我们秉持八福的精神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八福它不是一个品格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态度 它是一个精神 就是我必须要这么做 如果我想得着福 我想成为一个 一个能够越来越像耶稣的基督徒 那我就要秉持八福的精神 那今天是讲到第三福 我们重新来读一读八福好不好 我们看看 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九 我们一起来读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可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奸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Amen 看一看你左右的告诉他 你有福了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今天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怎么可能会软弱的人就有福呢 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 跟这个软弱是毫无关系 圣经里面所讲的温柔是指什么 你知道吗 是指说能力受到控制 他是充满能力的 不过他却能够控制他的能力 而这个能力被控制不是被逼迫的 他是自愿的 他处于什么 他处于顺服 处于顺服 那怎么讲呢 因为温柔在 那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柔软温和的意思 不过这个温柔也形容着什么 经过顺服的野兽 所以我特别给你看那个野马 给你看那个驯马师 给你看那只野马 那野马 你们有没有看到野马 野马是怎么样 野马是很难制服的 对不对 他会乱装 会乱跑 并且他有没有能力 很有能力 对不对 比一般的马都有能力 对不对 但是经过顺服了 就是经过培训的 那个野马 他是怎么样 他是非常的乖巧 他是非常的听话 他温柔 并非软弱没有能力 而是温柔表现出来的 是受控制耶稣的力量 那也就是代表怎么样 这个人很温柔 不是他很差 他没有能力 他是充满能力 他充满power 他有很多的恩赐 他都很厉害 不过 他却愿意顺服 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这个就是叫做温柔的人 Amen 那我们可以从真言书16章32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真言书16章32节 一起来念 来 不轻易发露的 胜过勇士 自服以心的强如取成 那这句话就告诉你 圣经里面的温柔 是怎么样 不轻易发露 那并且他能够自服自己的心 那么我们再从 马太福音21章第5节 我们一起来念念 来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啊 你的狂来到这里 是温柔的 又取着驴子 就是取着驴聚子 这是指谁 这是指耶稣 Amen 耶稣就这个驴聚进去 耶路撒冷城里面 请问一下 耶稣有没有能力 充满能力 对不对 他是充满能力的 不过他却是温柔的 他却是谦和的 Amen 那在Buff当中 温柔排在第三 那为什么排在第三呢 因为基本上 他是排在虚心跟爱动之后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温柔是怎么出来的呢 温柔就是第一 他是一个虚心的人 他知道自己的里面空 他知道自己是里面心灵贫穷 所以他清楚的知道 我需要依靠神 我需要依靠神 那么当这个人知道自己需要依靠神的时候 当神光照他的时候 他发觉到 原来我不是没有问题的人 我是大有问题的人 他开始为他自己的罪哀动 我要在神的面前里面认罪悔改 像大卫所讲的 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 好让我有一个真正的灵 因为怎么样 我知道靠我的能力不能 我要依靠耶稣 我要顺服神 所以虚心是什么 虚心是我知道我需要信靠耶稣 爱动是什么 爱动我知道我必须顺服神 当有了这两个的时候 神就可以用你了 那为什么呢 当你明白了这两个以后 你就会产生出一个果效 这个果效就是神啊 我愿意被你使用 阿们 因为虚心的人跟爱动的人 这种人不敢怎么样 不敢骄傲 阿们 真言十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 以前必有谦卑 可能你在信主的这个路程当中 你可能会发觉到有些基督徒 上台的时候讲话一流 后来怎么样 带领人主一流 讲话很激励很有动力 但是过了不久以后 忽然间他消失了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好像很多对不对 有看到有些青少年他在侍奉的时候 跳啊喊啊 我们要献给主 我们要怎样 结果没有到多少 还没有到成年年的时候 忽然间他又不见掉了 有没有 我在搞 我在想这怎么搞的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爱主啊 这么有大能 讲话口才那么好 身体别人那么熟 你知道吗 讲到抓的那个 很扎心 全部都很好 为什么他会倒 基本上 我相信用这个来讲 温柔 来解释温柔 他是一个最恰当的 我怎么讲呢 因为这个人 他就输了一个东西 叫他不是温柔的人 这里讲温柔的人是怎么样 这里讲温柔的人 圣经里面讲温柔的人 是我极大有能力 但是我却愿意顺服在 上帝的权柄之下 我愿意 跟随圣灵的带领 也就是说 我不敢骄傲 因为我清楚的知道 离了神 我什么都不是 阿们 当有这个意念的时候 当有这个精神的时候 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这种人 虚心的人 爱动的人 这种人他才能够成为 温柔的人 阿们 他就不会一下子就摔倒了 跌倒了 为什么 因为骄傲的人 只要看到 人家比他更强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受不了 他就想办法来突出这样那样 对不对 慢慢的他就离神越来越远 他把荣耀全部都归给自己 所以有个牧师 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牧师 牧师 当我站在台上 真的很多掌声 哇 当时我做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神带领我做的 难道我都讲 没有啦 没有啦 好像很假咧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谦卑下来 很简单 有个牧师说 只有一句话你记得就好了 那句话叫做什么 那句话叫做 把荣耀归给主 阿们 阿们 但你懂得在口头上已经习惯性了 把荣耀归给主 然后潜移默化的告诉你的脑袋 没有主我什么都不能把荣耀归给主 我告诉你 骄傲就离开你了 阿们 因为骄傲开始使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那个心越来越大 贪婪什么 全部就跟着拖出来了 到最后怎么样 到最后就跌倒了 阿们 那温柔跟前面两个不一样 温柔是怎么样 温柔是圣灵所借的果子 阿们 它不是以身俱来的 不是说我天生出来就是温柔的 它不是努力学习 我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去 不是 它乃是圣灵所赐的果子 所谓圣灵所赐的果子是怎么样 它是圣灵赐给你的赐给你 就是你所承受赐给你 叫做什么 你白白得着的 送给你你就有了 阿们 不过 它前面是怎么样 温柔的人是顺从圣灵而行 是让基督的救赎的爱 在他的心中里面掌权 阿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圣灵所欠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心识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 肉体连肉体的情欲 事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夫相妒忌 这里加勒太书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 它是整系列的 这个系列里面有忍爱 有喜乐 有和平 有忍耐 有恩慈 有良善 有心思 有温柔 温柔是怎么样 温柔是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 你的生命自然长出来的果子 阿们 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 诶 圣经告诉我们 罗马书告诉我们 顺从圣灵叫做什么 叫做不顺从肉体 所以你把连你的那个肉体上的那种 叫做邪情欲望 你都开始 不要了 完全被钉在十字架了 然后你是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行事 那很自然的 温柔 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得见 阿们 所以圣经中温柔的含义 它是包括了谦卑顺服 包括了柔和 包括了安静 包括有个受教的心 包括了包容 包括了饶恕 包括了忍耐 包括了宽容 那么这么多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你说 牧师怎么做得到 怎么做得到 所以简单的告诉你 做不到 不过当你 随从圣灵的时候 它自然生出来 阿们 温柔就是在耶和华面前 谦卑和心靠 不是一种自我为中心 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能够 我要能够 我告诉你 它解不出来的 它解不出来的 阿们 那什么叫做宽容 宽容叫做 我不报复 我们一般上 我们的传统思想都讲什么 君子不报 有仇不报 非君子 对不对 君子不报什么 什么十年未晚 什么 对不对 我们都觉得 人家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要对回人家 怎么样 都有这个心态 对不对 但是随从圣灵的人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也为他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了 阿们 我们会从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里面 得着饶恕的能力 得着宽容的能力 我们相信这一切 为我们得取公道的是谁 公益的是谁 是耶和华 阿们 你不会像包袱的 那个心态里面去想 温柔开始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么最贴切的经文 是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是死的 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 乃是生命的平安 阿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随从 随从是什么意思 我决定随从你 随从是一种决定 我决定随从圣灵 决定随从是一种决定 体贴是什么 体贴是我昼夜思想 按着你的想法 所以当一个人 他决定 他随从圣灵 他体贴圣灵的思想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温柔的人是 我有能力 但我愿意顺服全柄 当你愿意顺服全柄 上帝所施下的宝贵是 圣灵 才能在你里面动工 阿们 他不是一朝一夕 忽然间爆出来了 那温柔是什么 温柔是对环境的一种态度 我愿意把主权交给圣灵 那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八福里面 神说你的祝福从哪里来 你的祝福是事件所发生过的反应 发生的这个事 我是怎样的反应 这个事情 这个环境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你的反应是血气 是肉体 还是你胖 跳去灵里面 从圣经里面看 我们应该遭救人 胖 这从哪里来的 这从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如何 Amen 我记得我以前刚刚 信主然后神很快 好像 火箭这样带我进去侍奉 然后开始有了一个团队 开始有了一个团队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 我就会把我救有的那一套 以前是做片门 然后也是一样做一个领袖 所以一开会的时候就是 你你你 你这个不行了 你这个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求效率 所以你一给我个idea 我一觉得不行的话 你给我 我就会马上会告诉你 这个不行 他说温柔的人不是这样 温柔的人是怎么样 温柔的人OK 没关系 我知道不行 但是我让你讲 那讲了以后 我还会再考量 如果给你试试看 损失大不大 给你试试看 损失也不大 就让你试试看吧 试试看过 不行 真的不行了 现在你要教会给我 对不对 我早就跟你讲过不行了 以前你是不是这样的 以前你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温柔的人会怎么样 没关系 所有东西我们都是经历的 温柔的人 他会想起上帝的原则 每一件事情是造就人 不是造就事 Amen 所以造就事这件事过了就算了 但是当你把人训练起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得享安息 得享安息是怎么样 你就开始可以休息可以享受了 因为他来做了 Amen 对不对 这是整个反应 就任何事情的时候 以前你问我 哇这个人太烂了 走 我们很快判断 因为我们喜欢论断了 但是认识耶稣了以后 当你跳进去 从灵里思考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 普天之下一个异人都没有 你说这个人很坏 大胆的讲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不对 我们是在最坏的时候 神接了我们的 那你的脑袋里面自然会告诉你 体贴圣灵的人脑袋自然会告诉你 你脑袋里面一个自然反应 那个自然反应叫做什么 它是一个开始 它会逐渐改变 Amen 所以圣经里面 教会里面 大胆的说 不是全部都是好人 教会里面全部都是罪人 不过是逐渐逐渐改变 Amen 那怎么样子都把主钱交给圣灵 哇我们讲好像 牧师你讲我知道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 会不会 把你的主钱交给圣灵 知道吗 好像知道对不对 不过又好像不知道 到底是怎样 我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主啊帮助我帮助我 把我的主钱交给圣灵 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 把主钱交给圣灵 那你什么时候交 你怎么交 我很感人 我记得从2003年 开始做戒赌的工作 圣灵就启示我 跟赌徒讲一句话 他说 请你善用 下赌钱的一秒钟 你知道什么叫做 下赌钱的一秒钟吗 如果你有赌博过的人 你就知道 今天你去到那个甩值的前面 下赌钱有一秒钟 你那一秒钟是想什么 你知道吗 到底是赌大还是赌小 是不是要一秒 有些人一秒还做不了决定 要两秒对不对 要不然就三秒对不对 还是你去到那个摆家的那边 到底这一盘要赌banker 还是player 要不要一秒 那时候我已经告诉了 我们所辅导的赌徒 如果你能够善用 下赌钱的那一秒 去思考一下 主啊 你喊主一下 你就站起来不赌了 Amen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 决定钱的思考模式 这个叫决定钱的思考模式 Amen 对不对 好不好跟你旁边讲 帮你旁边的说 给神五秒钟 你可不可以操练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给神五秒钟 神啊 照你看 我应该怎么样 当你开始想责备一个人的时候 给神五秒钟 神啊 我要怎么讲话 才能够造就他呢 Amen 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去操练 给神五秒钟 你这个人完全不一样 你将会是一个很会带团队的人 但你开始给神五秒钟 你开始会成为一个 被圣灵所引领的人 Amen Amen 那么这种人怎么样 在神的面前 是存有温柔顺服的心 Amen 圣经里面有很多 蒙生许业属神的人 他们都存有一个温柔的心 Amen 就是他们很有能力 不过愿意顺服圣灵 相反的 历代里面属于肉体的 以色列人 神所取决 我们看看 希伯来书3章15节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因着心 像惹他发乳的日子一样 每一次得着神的祝福过后 就不随从圣灵 就随从肉体 所以圣经里面 刚才罗马书说 随从肉体最后是去哪里 死了 随从圣灵乃是生命 乃是平安 Amen Amen 所以像摩西一样 摩西在民书记12章3节 神怎么样讲这个 你知道吗 这是他自己写自己 你知道吗 他怎么写的 他说摩西的人 极为谦和 胜过世上的忠人 你从摩西的故事里面 有没有发觉到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里面40年 他的表现都是柔和的 忍耐的 谦卑的 并且这情人实在难搞 甚至他自己的姐姐 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伦 都毁谤他 但是摩西不争辩 也没有很生气 为什么 他耐心的等候 耶和华为我生缘 Amen 我们看到 耶稣也是温柔的 清和的 Amen 我们看到 保罗也是一样 所以神很看重 那些心地柔和的人 被圣灵感动的人 顺服圣灵的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 我们看看雅各书 一章21节 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你们要拖弃一切的污秽 和淫于的邪恶 纯温柔的心 领受那灾众的道 既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Amen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三章三到四节 这是彼得特别写给当时的女人 这是特别给姐妹的 哈利路亚 听了以后不要骂牧师就好了 我们一起来念 哈利路亚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 鞭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的装饰 要以里面存着 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Amen 所以神不是叫你 你不要半美美了 现在半美美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礼貌好不好 不过更重要的就是 存有一个温柔安静的心 Amen 因为存有温柔安静的心 那是讨神喜悦的 哈利路亚 我们再看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 所以你们即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 Amen 所以神的选民都要学习什么 有温柔的心 你说牧师怎么样温柔的心 记不记得要重复的告诉你 就是学习 顺服圣灵 学习 有感动 就行动 不要有感动 看看就好了 有感动 看看就好了 你看多几次 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Amen 好 什么叫温柔的人 是在人面前常态着基督的温柔 Amen 所以我在上一个家庭的那个课程 我在看一个讲员在讲 他说出了一句 今天我要引用那个讲员所讲的 他讲什么 以温柔说出原则 Amen 特别是你在教导你的孩子 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 你用骂的 我相信这里的妈妈 这里的爸爸 都已经尝试过这件事情 骂到口都干了 请问一下你孩子有改吗 依然是一样 那你绝续骂你就绝续口干了 你再骂你再口干了 没有作用 不骂更惨 你骂的还是一样惨 到底没有更惨 真的不懂 好不好 求神给我们智慧 用温柔的方式 说出你的原则 Amen 我相信 孩子会逐渐的改变 这是个不简单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刚才我已经讲了 温柔是怎么样 温柔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做出来的 不过 顺从圣灵的人 圣灵会给你力量 Amen 让你得着 我们看看天国太后书2章24节 然而主的仆人 不可 争战 正经 只要温温和和的 带众人 善以教导 纯心忍耐 用温和圈解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所以变成你就有一种能力 不单只能够对好的人温柔 也能够对怎么样 坏的人 抵挡神的人 温柔 Amen 所以我也发觉到 当你前面有带着一颗心 一颗顺着圣灵的心 你才能够做到 我一个故事我讲了好多次 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赌徒来到我的面前 我就告诉他 我跟他interview了 那个时候是我本身interview 他就跟我讲说 你叫我进中心 突然间拍我的桌子 你知道吗 他就问我一句话 进去中心里面住 几个月没工作 一定能够改 一定能够改 我就一定进去 他要我保留他的生命能够改变 他才进去中心 我要怎么回答他 我坦白告诉你 如果以往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比赛拍桌子 他拍一次我就拍两次 砰砰 我有收你的钱吗 你不要改出去 不要在我的地方傻眼 我肯定会这样 我肯定会这样 但是感谢主 给神五秒钟 你讲话会不一样 我就很温柔的告诉他 我就很温柔的告诉他 我讲亲爱的朋友 我就告诉他 你问我是不是一定包改 前面只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可以告诉你自己 你包听话的话 我也告诉你 你一定能改 阿们 我也没有讲错 也没有讲错 对不对 原来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 你却有智慧了 阿们 阿们 所以你也会发觉到 当你能够有一个顺服圣灵的心 你有一个愿意顺从圣灵的 不顺从肉体的 愿意温柔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很多你的敌人 都会成为你的团队 阿们 你带团队会带得越来越壮大 一般上 世界上所带的团队 最好就是你们这群人全部不和 你们不和 然后你们只听我一个人的话 对不对 都是诡诈的 因为人心诡诈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心更诡诈 对不对 都是想办法 我要抓你把柄 要抓你那个把柄的 对不对 但是神所带领那个团队 是有温柔有温和 所谓所讲的就是从语言里面 从因你感受到爱里面去带领你的 阿们 那温柔的人是怎样的 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一起来读 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 阿们 是依靠圣灵控制情绪 是依靠圣灵热住我们的口 阿们 圣经告诉我们 口是我们肢体里面最小的那个 但是确实怎么样 最具有爆炸力的一个 阿们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愿你也是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所以以温柔的心来对待人 以温柔的心来服侍 你会发觉到你的团队会完全不要 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十五节 你们就是畏意受苦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 畏下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的胖默言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阿们 温柔出世 最后你的团队是怎么带出来的 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带出来的 阿们 每一个都是以赴汤到火的 那一个的本人 阿们 这个团队包括什么 除了在教会的团队 包括你家里的团队也是一样 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一起来念 凡劳苦但中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 我以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央视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阿们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 神说你劳苦但中担 可能你在教会里面 你开始侍奉 但是你侍奉的很累 侍奉的很累 很累 哎呀又不侍奉又不好意思 因为你的领袖叫你侍奉 神说什么 凡劳苦但中担的 来我这里 你来这里 你来这里 神把秘籍告诉你 秘籍在哪里 神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温柔的人 你应当负我的恶 就是我的恶是什么意思 这个恶 恶就是那个牛 你知道那个牛吗 以前他们都用牛车 放在牛车上面的那个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那个驾驶盘 牛车的驾驶盘 那个叫恶 你知道吗 那说说我的恶是轻省的就是 你相信我 你顺从我 是比你用你自己的idea 你的方法 你的去做更轻省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因为我要你学我的样式 所以温柔的人求神得着恩高 得着恩高不是拿来表演 不是拿来服事 不是觉得自己很威风 求神得着恩高 是要让自己越来越像上帝 Amen 这就是整个观念上的不一样 所以神告诉我们 你要去学 怎么得着温柔 得着温柔 就是顺从圣灵 顺从圣灵就是你在背负上帝告诉你的 拿他的恶 因为他的恶是轻省的 他的恶是容易的 他的单子是轻省的 Amen 这里欺负告诉我们一个奥秘 原来顺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人 你最后所要完成的事情 是比你靠自己 靠你的肉体更加简单 更加清神的 Amen Amen 那么这一类的人有福了 跟你旁边说你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Amen 承受土地是什么意思 承受土地是指在神国当中继续产业 这是神给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应许 这个应许给我们要得胜肉体中的刚强跟愤怒 要顺从圣灵 依靠圣灵得胜你的肉体 才会温柔的人 这应许也是提醒我们 温柔的人必定是属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一定是温柔的 Amen 承受土地的那个观念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就业 看就业里面 犹太人他们都一直想一个东西 想一个东西怎么样 他们要去迦南地 去迦南地干嘛 得地为业 Amen 对不对 那迦南地叫什么 迦南地叫神应许之地 结果那些不幸的人 就倒闭在旷野 那个坚信的人 就进入了迦南地 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土地 也可以这么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必得着上帝的应许 所以我相信 当你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 所有所有的福气 神所有的应许都会随着你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神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土地 Amen 从大尾的诗篇里面 诗篇三十七节 你就最清楚的看到 我们看九章 三十七节九到第十一 我们一起来念念念 作恶的必被减除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 还有偏食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仔细他的诸处 也要归于无有 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 以丰盛平安为乐 什么叫丰盛平安为乐 就是能够很喜乐 发出内心的喜乐 能够得享安息 这个叫丰盛平安为乐 Amen 我们再看三十七节的第二十五章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一人被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就是跟从上帝顺服圣灵的 广东话讲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并不至于缺乏 这就是应许 Amen 我们再看 诗篇三十七章第三十四节 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土地 Amen 原来随从圣灵前面是要克服 要制服你的肉体 但是当你制服了你的肉体 你后面所承受的那个叫做丰盛 所以怎么样得到丰盛 就是事件过后的反应 这是我重复在讲的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 温柔就是生灵所结的果子 你只要随从生灵 体贴生灵 你就有这个果子了 温柔的人必得到什么 上帝所应许的一切 Amen 所以期待你也能够得到 上帝所应许的一切 Amen 来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亚 闭上我们的眼睛 父神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了你 我们有了圣经 我们认识了你 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 主啊 你的整个观念 主啊 我们知道你救赎我们 我们知道当一个基督徒应当 如何 主啊 我知道 当我们认识你 口里开口承认的时候 主啊 你赐下你的圣灵 宝贵是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但是我们 却常常与圣灵对抗 主啊 你祝福我这里的 每一个家人 主啊 我们有一个 愿意顺服圣灵的心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凡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都有一个给神五秒的观念 主啊 好让我们 被我们肉体所操控 主啊 让我们得到能力 主啊 我们有能力 但是我们却愿意顺服在 圣灵的指引之下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从今天 主啊 你的话语里面 去建立我们的生命 好让我们能够承受土地 好让我们能够承受 你赐给我们的丰盛 赐给我们的产业 谢谢你 赞美你 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顺便给你看看小组的分享 好不好 今天小组的分享 来 有没有放到 再多一张 下一张 好 来 第一个 你愿意被神使用吗 你期待在教会里面 事奉是什么 什么原因 你在小组里面分享 让你的小组长知道 好 那另外一个是你的挑战 你愿意操念 凡事给神五秒钟吗 我相信你操念这个 你的生命一定有极大的改变 第三 圣经说 体贴肉体是死的 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 那么你分享一下 体贴圣灵 当你绝对要体贴圣灵的时候 你会面对什么挑战 好不好 我们在小组里面去讨论 其他我们生命都能够改变 信耶稣 生命如果没有改变 那你就是白白浪费你的时间 Amen 应当是你的生命改变 成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意思 别人因你得福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敬拜上来 我们唱一首歌 哈利路亚